鸡皮疙瘩不是皮肤病 其实只是缺乏维生素A 在医学上这个呢 鸡皮疙瘩 或者这种鸡皮的感觉呢 实际上把它叫 名称是叫做毛周角化 毛周角化呢 也蛮常见的 很多人就会认为 这些东西啊 是不是长了什么皮肤病啊 其实就是一种 对维生素A的一种利用不足 有可能是摄入少了 有可能是进去了 但是没有利用好 对吧 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对这些人呢 进行一些维生素A的适当的补充 我们要注意适当 这个适当这两个字呢 主要就是我们如果单纯的去吃维生素A的话 会有一个风险 是 因为维生素A一般不建议 市面上你没有发现 有维生素A的口服的 对不对 要不就A加D 对不对 是 但实际上呢 我们更多的会建议用一些天然的 比如说多吃点胡萝卜 或者喝胡萝卜素的一些 这种营养品都可以 好生活值得优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